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家日报,我是孙庆红老师 每份只要35元,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 那如果对投资家日报订阅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一起加入我们日报的行列 每份的日报所分为四大核心内容 包含了投资家观点,包含了企业动态 那如果我们在做产业分析,在做企业的一些追踪报道的时候 会牵扯到关于财报、技术分析或筹码分析的观点 我们也会放在入门教学 那至于我们会长期追踪或者看好的标的 也会列入到我们的口袋名单 持续地为日报订阅去追踪报道 那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两天在市场非常热门的议题 那因为许多的存股、金融股的投资人 应该会对这个新闻看到的时候有点吓一跳 就是金融股有可能不发放股利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 那其实是在这两天其实有一位立委 他在咨询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 说如果国内的金融机构他的预放比 其实明年如果出现大增的状态 是否会比照英国要求金融股 在今年甚至明年两年都不能发放股利 那我们的主委讲的也非常保守 我们金管会主委黄天幕说 目前竹金管会正在研议中 在研议中市场就会解读是 有这个可能 那所以也让今天我们看到 排名中金融股的卖压 确实是非常的沉重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其实庆文会从两个面向 来跟所有存股金融股的投资人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解说 那这边其实有特别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其实就是预放比 这个预放比 其实是这个预放的部分 其实强调了就是我们在观察一家银行的 资产品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通常所谓的预放的全名叫做预期放款的比例 那我们从这个名字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银行放款给他的客户 然后客户他没有办法正常缴钱的时候 这个就被归纳为所谓的预期放款的一个内容 那通常这个预期放款指的是在三个月以上 他都没有办法正常缴纳利息 本息的一些部分 其实就可以把它归类为所谓的预期放款的部分 那一般而言预放比例越高的 就代表银行放款的品质越差 那存款户甚至投资人的一个安全性就会越低 因为当预放出现一个可能影响到银行的一个资产品质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恐慌性的一个挤兑 那按照国际的标准 其实预放比其实在3%以下的金融机构 其实受性品质也就有较佳的一个水准 换言之如果预放比超过3%以上 其实就表示是比较不理想的一个内容 那这边有稍微跟大家稍微举例 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在衡量金控股的时候 在银行股的时候 我们会观察两个数字 去观察它的一个资产的品质 一个叫做预放比 一个叫做呆帐负盖率 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那举例来讲 有一家A银行跟一家B银行 A银行它放款了100 100元中 其实有3块钱 它被誉为是 它的客户是三个月无法 三个月以上无法缴纳本息的 所以这个部分就被归类为所谓的预放款 所以如果这个预放款有3块的话 其实它的预放比其实就是3帕 就是3除100 那银行为了去 可能去提列这个未来可能的损失 所以它会提列一笔准备金 这笔准备金就叫做呆帐 背底呆帐 所以如果它的预放款有3块 那它的背底呆帐有3块 那它的背底呆帐覆盖率就是百分之百 所以即使未来如果真的这3块钱都收不回来 对银行的获利来讲也会造成不会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它已经先提好了一个所谓的背底呆帐 去冲底这个未来可能出现的预放 收不回来的呆帐损失 那另外一家B银行它一样放款 100块中有2块钱是所谓的预放款 所以它的预放比就是2% 这2%就是2除上100 那因为它对这个预放款的部分 它只提列了1块钱做背底呆帐 所以它的呆帐覆盖率就是50% 那换一之其实对于 对投资人来讲 虽然我们看到A银行它的预放款 预放比比B银行还要高 但是因为它的背底呆帐的一个背底呆帐的覆盖率更高 所以正常来讲 其实A银行的资产品质会比B银行更好 是因为即使未来呆帐收不回来 其实A银行也完全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B银行就必须得真的再多提1块钱来减损 这个降低这个可能收不回来的损失 所以了解了预放比跟带帐覆盖率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衡量 整个银行他们的一个资产品质的一个状态 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某位立委有咨询就管会主委 就是说如果明年的预放大增 那是否会比照英国要求金融股 金明两年不能发放股利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就必须去参考 现在目前欧洲银行他们的资产品质 到底是怎么样 那台湾的资产品质到底是不是怎么样 如果台湾有可能跟欧洲一样 甚至有可能跟英国一样 那当然就有可能被主管机关要求 不能发放股利在金明两年的时间 那这张下一张图期是 今年在11月份的时候 欧洲的银行银行业的管理局 他所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 因为现在目前的疫情真的是非常的试虐 所以欧洲银行业平均持有的呆账的总额 其实已经高达了一兆欧元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甚至在预放比的平均的水准也来到5.6% 这个也超过我们刚才讲的那个3%预放比的一个水准 这个已经是美国平均的两倍 近两倍这个左右 甚至比亚洲的银行都高出非常多 那如果在细部的去分一些区域性的话 那像德国的预放比来到3.4% 荷兰的预放比来到2.9% 英国的预放比来到2.8% 所以英国的监理机关会要求 英国的银行明年开始 今年甚至明年不能发放现金股利 其实有一部分其实也是考量他们的预放比 似乎也是呈现往上走样 虽然英国比整个欧洲的平均水准还要好 但是他们可能也是为了防范于未来 所以先做的一些预先的一些准备 但是这是欧洲银行的状态 那台湾银行是如何呢 其实我们这张图表 其实是金管会银行局所统计的 这个是台湾从民国97年 一直到今年9月 所有整体银行的预放比这个状态 那我们在民国97年的时候 曾经有来到高峰来到1.52% 然后来到了98年有降到1.14% 但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到105年之后就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准 105年来到0.22% 然后109年1月0.20% 那今年这几个月的时候 都来自0.24%的一个水准 所以换言之 台湾现在目前整体银行的预放比 其实只有0.24% 跟我们上面所举的这些银行 你看这个德国13.4% 荷兰12.9% 英国12.8% 欧洲平均是5.6% 那美国大概也是将近2.7% 2.8%左右 那相比来讲 台湾的预放只有他们的十分之一 平均而言的水准啊 所以看起来台湾在资产管理上 确实是比美国甚至欧洲甚至世界上其他的银行还要表现非常的强 所以从这个的内容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看起来 其实台湾的银行股确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资产品质 不佳的一个风险 那当然这是目前的状态 那未来会是如何 那当然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那未来其实如果银行的预放比会上升 一定是代表企业还不出钱 所以才会产生呆账的风险 但是根据先前的一个国外的研究机构预估 他们有预估2020年到2021年 全球各个市场企业破产率的一个估计 大家有没有看到 台湾其实破产率只有一% 是所有各国表现最好的一个区域 全球平均的破产率可能来到32% 像亚太地区有29% 北美地区有41% 香港有78% 日本有30% 新加坡有16% 南韩有9% 台湾只有1% 所以换言之 我们在未来像2021年 其实整体台湾经济的表现相对较好的情况之下 企业破产率其实表现是非常的好 破产率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那自然也会大幅降低以后银行 收不回放款的压力 预放比要大幅的上升 其实从目前的条件来看 似乎是不存在的一个状态 那刚才这讲的是平均的水准嘛 如果我们再去仔细去看一下 台湾各家银行的预放比 跟整个背底呆账 除上这个预期放款的 这个背底呆账的一个覆盖率来看的话 真的表现都非常好 刚才有提到说背底呆账100%以上 大概就已经非常的 可以去平衡未来的一个呆账的风险 但现在台湾平均的水准来到549% 换言之每100块的可能的预放款中 其实我们的银行已经准备了579块 作为未来可能提列损失的一些准备 所以这个提列损失的准备确实非常够 甚至像合作金库来到353% 第一银行来到515% 华南银行来到977% 彰化银行来到314% 台北富邦银行是730% 国泰四华更是厉害 来到1064% 那赵峰银来到562% 那台湾中小企银 台企银是312% 这个是稍微较弱的 然后元大商业银行是1174% 玉山银行是612% 中国信托是525% 这个其实背底呆账率其实都非常的高 那另外预放比的话 其实除了超过0.4的 除了彰化银行 然后除了中小企银之外 大多数的水准其实都在0.1跟0.2之间 所以表现都非常的让我们觉得 台湾在银行的资产品质中 确实是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短期内看不出有任何 对银行来讲会造成 预放大幅上升的一个压力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观察 那当然其实最近 其实金管会有公布了 整个国内有6家大到不人岛的金融股 那这6家大到不人岛的金融股 其实也是被官方认证的一些金融股 或许也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如果你想要投资金融股 你想要投资可以在富贵稳中求 可以不用去理会 它未来是不是会有倒闭风险的 那由金管会所认证的 这个6家大到不人岛的金融股 或许可以提供 你想要存股金融股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这个6家大到不人岛的金融股 分别有中信银 有国泰四华 有台北富邦银行 然后还有兆丰银行 还有合库跟地义银行 那他竟然 金管会认为他是大到不人岛 所以金管会他会要求 他必须得符合一定的规定 这一定的规定就是从2021年开始的四年内 不管是在普通股 甚至在第一类资本 甚至在资本氏足率 都必须得达到金管会要求的水准 11% 12.5% 跟14.5% 这个的 资本氏足率的要求 都是为了去强化银行的 应变未来风险的一个能力 当他的自有资金越多 他就越能够去抵抗未来的一些不确定风险 那目前这六家大到不人岛的金融股中 只有国泰四华银行是全部都可以达标 那另外中信银 台北富邦 那赵丰银 大概只差一到两个 那目前看起来还要需要比较努力的 其实是合库 合库银跟第一银 因为这三项指标都没有达标 所以未来一旦被金管会列为是六家大到不人岛的金融股 而且又必须得规定 他必须得将他的普通股 第一类资本 还有资本氏足率 都要分别来到11% 12.5% 跟14.5% 的一个水准 那未来他要配发股力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他未来可能还会面临到增值的一个需求 那这六家大到不人岛的一些金融股 其实庆永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 他们其实确实长期以来都能配发出不错的一些股力的表现 那像你看 招锋金已经连续18年都能配发股力 那第一金连续16年 中信金连续13年 那国泰金跟富邦金都连续11年 那合库金是连续9年都能配发股力 那如果以这10年来的平均股力计算的话 其实中信金的殖利率可以来到6.24% 那近10年的平均股力是来到1.22元 那国泰金近10年的平均股力是来到1.72元 所以依照他目前的股价来看 值率大概在4.2% 那富邦金近10年的平均股力是1.88元 所以目前的股价来看 值率大概是4.12% 那招锋金近10年的平均股力是1.35元 所以以他目前的股价来看 值率大概落在4.66% 和顾金近10年的平均股力是1.03 所以按照目前的股价来看 值率是5.1% 那第一金近10年的平均股力是1.18元 这包含了现金股力跟股票股力的部分 所以换算起来 它的值率是来到5.54% 那由于这个看起来 大家觉得好像选值率比较高的 但是刚才亲友特别点名到 其实核酷跟第一金 因为目前并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三项的一个资本标准 所以未来有可能就会面临到 配付出息的压力 所以我们重新再回到前面 刚才所提到的金管会主委 他在认为说金融股有没有可能不发放股力 那黄天目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中 这个研议中指的可能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这六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股 因为它必须得符合这三项的资本标准 所以可能赵峰金跟第一金 未来为了达到这个标准 它可能在金明两年在配发股息上 就会出现压力 也有可能会出现配不出股力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 就短线来讲确实有可能是一个压力 但是因为这些的准备都是为了让银行 可以更加的永续经营 更加的去面对未来系统性风险 银行能够承受的这个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短空长多 所以如果你是持股这类的投资人 他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都是为了健全银行的一个资产品质 那一旦银行的资产品质能够被健全 你身为他的投资人 自然而来你就可以长期的安心的去存股下去 那今天的内容就讲解到这边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看待 这最近的一些金融股的讯息的时候 有一个更理性 而且是更正确的一个思考方向 那我是孙千鸿老师 最后跟大家推荐美分子 35元的投资亚日报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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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